第三拜 一心观礼 从事西方 去此世界 过十万亿佛土 有佛世界 名曰极乐 法藏成佛 好阿弥陀 明无量寿 即无量光 如来应证等觉 十号圆满 安稳住持 具足庄严 威德广大 清净佛土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第一句 一心观礼 从事西方 去此世界 过十万亿佛土 从我们这个地方起 往西边 离开我们这个世界 要超过十万亿的佛土 一个佛土 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十万亿佛土 就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 现在这个世界的广大 天文学家已经有点知道了 有的这个天 有的星球 在离开我们一百多亿的光年之外 光的速度 一秒钟 要三乘十的八次方公尺 那快极了 世界 没有任何东西 赶得上光的 现在 天文学的望远镜什么的 靠近代的这些设备 能知道 有一百多亿光年之外的 我们要 看见它的光 是一百多亿年前 它放出来的 古老的东西了 天之大 是大 这还是 现代的设施 目前的科学水平 将来 还会知道的 更多 所以佛 早就说了 极乐世界 离开我们 是十万亿的 三千大千世界 西方 在那里 这么进一步说 佛 不是变一切处吗 所以说 佛 就是在西方 这是一种 方便呢 所以 善导大师说 指方 立相 为什么 你一定要说 西方啊 善导大师说 有了视线成 这么一个方向 使大家 心 有一个 专项的 目的地 就容易 射这个心 管住了这个心 心 就可以 在这个问题上 容易集中 你告诉他 在西方 他要专心 还不容易 你根本 不说西方 就是说 哪儿都有 他更没法 专一了 所以 这种 指方立相 是一种 很殊胜的 度众生的 一种 方便 十万亿佛徒 有一个佛世界 名叫 极乐 那儿有一个世界 名字叫做极乐世界 法藏 他这个比丘 已经成佛了 名号叫做 阿弥陀佛 也叫 无量寿佛 也叫 无量光佛 如来 那是 佛的十号 如来 应供 正等诀 这都是 佛的十号 这里 列举三个 代表十号了 这十号 都圆满了 安稳 住持 在那儿 很安稳的住持 那么 无量寿经 在这个地方 说得很好 很圆融 如来者 问哪 佛到底成佛没有 成佛多久 释迦牟尼佛回答 如来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佛从哪儿来 从哪儿去呀 所以 也没有生 也没有灭 唯以 仇怨度生 因为 要实现 自己的本愿 要来 度化众生 所以 视线在西方 为了要满足 自个儿 度生的这个愿望 所以 视线了 这么一个 极乐世界 在西方 成佛以来 这个时间 是十节了 阿弥陀佛 今 现在说法 阿弥陀佛 是现在佛 正在说法 极乐世界 目前 也正在说法 我们这儿 在讲 锦修节要 报恩谈 阿弥陀佛 也在极乐世界 讲堂中 说法 今 现在说法 这就是 极乐世界 名号 与 成佛 十节 成佛 十节 这个 在咱们 静修节要 虽然 没多讲 在阿弥陀 经里头 有 今 现在说法 十号 圆满 极乐国土 是 巨足 庄严 一切 庄严的是 完全 巨足 威德 广大 这个德 功德大 威德 就表示 有力量 这些 能够 破除 众生的 这种 无名啊 暗啊 所以 救度啊 消除 众生的 业力 有威 有德 非常 广大 不可 穷尽 一个 清净的 国土 清净 两个字 是非常 重要 佛 是无量 光 无量 寿 也叫 无量 清净 都是 佛的 名号 无量 寿 经 是 无量 清净 平等 绝 也是 阿弥陀佛 的 名号 心 无量 清净 所以 清净心 是非常之难得 心中 无所思 很干净 很纯 一切放下 这就 渐渐 能跟佛 相应了 阿弥陀佛 这就指出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已经成佛了 祝极乐世界 为了仇怨渡生 就陷在西方极乐世界 在底下 说出法身了 这么一说 为了满愿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本体 我们真实之计 现在还要开显 所以 这个就说 法身了 法身 就开显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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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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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